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細思台友 早上好 現在是9月7日上午9點半 沒有拍時事短打 有幾天 整個星期沒有拍時事短打 因為在台長那邊有些重點都說了 但今天就補充一些趣味性的 因為很多政治的問題 如果你給它影響到 那就不值得了 影響到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一定是改變不到世界 你可以用我們那些怪論 稀少盧馬 用另一個角度看世界 第一件事先說自己祖國 祖國最大的事都是經濟問題 特別是由恆大引爆出來 那些鬼坊間現在是很奇怪的 因為根據我們中共國成立以來 那個黨永遠都不會錯的 絕對權威 那些鬼坊間 那些鬼坊間 都會有一個很沽冕堂皇的答案 那譬如國內出了問題 那現在恆大的老闆 他家印就首當其衝了 所以我所有在習近平先生上場之後 經濟一路一路下射下去 就全部入了這些房地產商的數 那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共產黨 沒有正面去用那個維密的證法 去看這件事 許老闆真的武功都有勞 他自己在購留所上寫了一份 不見討的孫子公主於世 他就強調他自己武功都有勞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他那個企業集團 是有千多個共產黨的黨員的組織 那些黨委小組啊 千多個 加上一萬多人 所以他經常公開講這個 他那個生意呢 是黨的生意來的 所有功勞都是黨的 他講得很好聽 所以變了我們要正面看 他的執行啊 鄧小平的理論 說是應該的 只有由他來講 他現在也講過 所以他去看 他們做了的 落實了 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 是不是很厲害 這麼短的時間 製造了這麼多富商 個個都有方法 走到一百幾十億海外的 這麼多官員 這麼多黨員 這麼多富二代 個個坐名車 法拉利 什麼都有 對不對 成功了的 為什麼說他成功了呢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方法 他不是用這個方法 他先生用的方法 如果你黨中央或者地區政府 不會個個看不到的 漏洞 我們不要叫漏洞 他的方法有沒有影響呢 怎樣還美呢 是不是 為什麼個個都會開烤燈呢 他說將公仔紙 進來就可以借到錢了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很多藍尾樓 只有地盤 連工都沒有開的 或者有些辦公開了工 畫個坑 就當作做地基 就算你貸款給他 借錢給他幾個建築貸款 你銀行都要看他的建築進度 來放錢給他 他指定他用哪個成建商 那些錢是給成建商 不經他手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不做呢 就因為他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那就不做了 其實現在這個現象 是整個黨國執行鄧小平老前輩的理論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那你看改革開放 多少人有錢 不是說笑的 這個事實來的 繁華昌盛 所以我們要很認真去檢討 好了 如果你現在檢討 說我不要玩這個遊戲了 就已經是明日黃花了 我們再玩收彎症 那才是一個積極的態度 就等於以前中國共產黨打江山 無所不用其極 什麼手段都用了 超限的戰爭 拿到江山回來 所以他們就用那個馬列的思想 鬥爭思想 充公了國民的人的家產 才支持到國家發展 一窮二白 他們說蘇聯當年用這個馬列的主義 共產思想 才集中那些財富 形成一個國力 才由那個三樓的國家 上回一樓的國家 俄羅斯 就是蘇聯 所以你不可以說它沒有用 但這個是歷史過程 如果根據文物變政法 它都是歷史發展過程 但歷史發展過程 是因人去制宜的 到你打了天下 那你就不可以再用馬列斯上治天下 打江山可以 全天下不行 等於很多人 上海人 或者很多省市的人 南下來香港 那些個個女兒 走去下海做母小姐 養家活兒 生活過得好 都是一個方法來的 在那個環境時間 它沒有能力講仁義道德 偷偷拐騙姐 家民邪道師 是全部齊了的 但到它很多人 一上了軌道 那它又改邪歸正 這個就是世情來的 這個真的是世情 等於我們年輕的時候 沒有人想說 要借那些功夫勢力 去找到兩個錢 但是我們在那個 一你不做都有人做 只不過我們 認識到一些有得行的大官 只計了一條底線給我們 哪些錢賺得哪些錢不賺得 就算你賺錢 去到那些客道中人 就算現在世界上的黑手黨 我們中國的鴻門幫會 青幫幫會 它都有幫規的 不可以欺行巴士 我欺下低級的人 還有一種合意的精神 這個全世界都有的 西方叫羅賓航精神 哇 傑父濟貧的 共產黨都需要有這個 這樣的道德標準 對不對 但到今時今我們看到 許先生他認識了事之後 他都有做很多好事 但我們看他就不懂做好事 做了就算了 沒有去想他做的好事 怎樣去跟進 怎樣去發揚光大 但是國家欺缺什麼呢 就是沒有一個很強項的心去做好事 只不過他利用這些口水豪奪 不正常守護肯清回來 他幫自己包裝門面 就隨便做 譬如他搞一個恆大歌舞團 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不懂得搞 第一 你不可以用恆大的招牌 你是民間企業 那你就找回中國文化部下面 那些國家單位的歌舞團 請一些外國高級的舞蹈家 正正式式地把他們藝術化 就算你請俄司舞蹈家來教 那個水平都不同的 你可以說是恆大贊助 就不需要說恆大自己組一個國舞團 當然他是生懷不愧 用這些國舞團的小姐 這些團員去招呼一些崩下 招呼一些 做一些令到崩下 得到的好處之後 有所塗抹 這個經營整局 因為你招呼崩下的時間 是另一件事 我下個月我請客 我需要有美女陪伴 那就打電話給毛特嶼公司 找一班人來 就不可以煙污了那個歌舞團 那些成員 是聖魔 你要保護他們 他們沒有做到這件事 全世界都有交際應酬的 剛剛說 你分開來做 他們沒有 就是很粗粗 因為社會的維密辯政法 這麼粗粗的話 在任何國內 他們都粗糙的 我隨便吵架 做了大樓大股 拍照 又有足球隊又有吃 大富商贊助 又有足球吃 那就算了 沒有正正式式 他們做好一件事 這個是今時今日 我們中國共產黨 這方面 是絕對不夠的 就算很多城市發展到 很多建設在這裏 但是很多建設 它都擺在這裏 用不著的 花了很多錢 但是收不到效果 所以當事人 就沒有想到幾層 有些資源 用在其他地方 還有錢 回收賺錢的 國家就不用 經濟不傷亡 因為我們搞很多基建 很多無謂的事 是沒有回報的 就算這些風氣來到香港 都一樣 大家找回歸後 所搞的大型基建的建設 全部規本的 只是那些高鐵工程 第三跑道 什麼文化中心 全部規本的 江珠浩大橋 你怎麼可以規本的呢 你不規本要搞和果 你和也和不到 那你變成你那個執政的人 處事的人 那我就不得優勢了 除非你真是很有錢 那這個項目呢 是屬於感性的工作來的 規本呢 又應該的了 那你就找贊助商去做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一件 我們在許家印先生那裡 要深切檢討 就是將來 中國共產黨呢 要走什麼路線呢 那個思維那裡 但是我可以呢 就再強調一樣 馬連勞呢 是我個人 就將它定性了 是屬於三毒的學問來的 因為馬克思他是落後的 他在當年不入樓 不入樓 等於你要去賣白粉 開套 賺錢 你賺到 但是你不入樓 沒有人尊重你 還有你沒有持續性 你和世界抗肯 那現在國內還有人 考納名目 整個招牌出來 現在世界沒有人幫共產黨 我們習先生繼續玩 改個招牌呢 叫做構建生命共同體 那就是國際共產主義 但是你一定失敗了 一定失敗了 你違反了宇宙的元起法則 一定失敗了 看了全世界那麼多花草 那麼多花 你說哪對花漂亮 八花齊放 你要指定中一對花 不行的 不要犯這種錯誤 習近平先生 還有你中國共產黨員 搞意識形態的 更加不可以繼續犯我的錯誤 你面對現在這個很複雜世界 只能夠隨言不變 不變隨言 那隨言不變 不變隨言 怎麼解釋 麻煩你們自己上網看 你們高級幹部 那你做得到你就很舒服的 但是世界上呢 表現出來的國家呢 有幾個的 第一個 印度 他真的從而不變 不變隨言 第二個 土耳其 大家看到的 另外那個法國 他都厲害的 他跟著世界潮流 說我不管什麼共產世界 什麼國家 什麼意識形態 但是不對 但是我發現那些名牌呢 一直都一直賣進去 他賣到的 你不會拒之門外 他都是成功的 以前就算在蘇聯沒解體 我去到蘇聯訪問的時候 都很多法國名牌的 沒有麵包賣 但是有法國名牌賣 有路數的 一樣成功的 所以共產黨 在現在二十世紀 希望我們黨中央 管理這個意識形態的單位 重新思考 真的要用鄧小平先生的解放思想 去做工作 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 你研究到 你就可以學到引渡 在我世界上所有服務 那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的時事呢 就說JPES JPES現在我們看到 北首超和警方人員 是出盡全力去做的 但是出盡全力去做 最重要是有什麼效果呢 不就是剛才說 你找到莫金主 也未必那麼容易找到 莫金主 全部現在捉了 捉了瑜伽木 在前線 有些都是受害人 就算你把所有人都抓回來 那些錢呢 我看他們呢 在我追蹤那些錢 怎樣截住那些錢 是令到那些受害人不損失呢 這裏他們束手無策 到現在沒看到他們有什麼策略 喂 我的受害人 我管得抓多少人回來 你抓回來上角 坐牢 我有什麼用 你先告訴我 我貴賓及錢 沒有用 就只有個告字 是吧 他們當犯罪成本來的 譬如我騙了幾千萬 他又沒有行使暴力 回來那一上角就知道 你最多碰錯三幾年間 那變成他一年賺一千萬 排隊都有人去 坐牢坐一年有千幾百萬 我覺得對不對 我覺得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特首超哥仔 他要著重 要有計劃 怎樣可以 起得起錢回來 還有他們現在在香港 不夠力去做這個工作的 他真的想辦法 說服到世界幾個大的交易平台 只要他們這班人的 空間一撲頭 你就可以抓到他 他現在還有一堆空間 在區塊鏈裡 在郵州中 但他一定要拿出來 換錢 所以希望我們特首超知道 真的要想辦法 怎樣透過國際上的 政府合作的力量 這個對整個國際社會都好的 不僅是香港的事 其實這些這樣的 空間的存在價值 是可以存在 但是不可以讓它發眼的 是很嚴格規管 還有那些當事人 背後出空間的人 一定要以名正身在這裏 又慣同 你賺錢無所為 就不可以搞到無主孤魂 都不知道誰是裝的 這個不行的 這個不行的 這個也都拿出來 這個世界笑話 有一個社會說這麼進步 連一檔東西 我金主都不知道的 那你就說出來笑話 不可以容許這些 壞的現象存在 這個大家真的要很切實去執行 可以有存在 但是就很嚴謹去打關 是保障到那些人 不可以無厘頭被人騙 或者不可以無厘頭受損失的 你很簡單 你發光的 我就要擺保證盒 是吧 不是的 你不准你發你的空間 就是有擔保 第三樣就是那個 港大事件 有一個人是銀鐘 那些人評議 但是看到是很順盡的 我們不反對任何人 去提出自己的主張 去令大學改善 但是你現在張場校長上來的大學 那個大學沒有進步 在世界排名一直落後 那個人民的價值 學校的道德標準 大學應該有那個家國情懷 對社會的關懷 他們現在沒有 當然你張場是國內出來的人 那你身懷什麼任務呢 我們不評論 但是你身懷任務 去做任務的時候 你都要不要忘記初心 共產黨是成立新中國 是希望新中國走入文靈富強的國家 不是叫你把這個國家搞到 沒有了仁義道德 但是我現在只向我金錢權力看 這個違反了初心 大家打開我們以前 這些共產黨革命的老前輩 他們的理想為什麼呢 所以這個我們支持 習先生經常講我的初心 但習先生講我的初心 講得不夠的 只是說我保持一黨專政 保持共產黨的鬥爭精神 不夠的 因為就算馬克思那套東西 他還有很多人民文化 在那裡 他不夠用 但他不可以說他沒有用 即是說你馬列治義是一個算盆 你不可以否決他的算盆的功能 當然現在的世界是不用算盆 但你不可以否決 否定了他的算盆功能 在某種環境之下 都還可以用算盆的 但你用得漂亮 或者用得適當呢 這是講你的技巧 好了 最後一點的時事怎麼打呢 有朋友昨晚我吃飯 因為 有個好朋友 我的學生 女兒幾歲的時候 就來給我祝福價錢 之後就入到北水 然後就做了抗憂 就讀法 現在結婚三個兒子 他三十幾歲了 他現在和他先生 他先生是做律師的 要移民過英國 昨天和他爸爸媽媽 請我吃飯 聊天聊天 我教他們去到外國 都可以保持一個心境 怎樣做些對自己中國人有益的事 我現在英國都被印度人做首相 我們中國人 會不會你們有機會 去做一下部長 做一下那個議會的議長 是吧 都是中國人的光彩來的 就是你都是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液 昨天就教他們做這一部分 做一些香港的經濟 那香港經濟呢 那個夜繁紛不夠力的 那個夜繁紛就要學德國 荷蘭 這個不涉及道德問題 要搞那個綠燈區 他們叫紅燈區 但是我們財政司 劏房波 那現在我做了一個新名給他 就叫做 劏房綠波次郎 財政司我給他起了個番名 叫劏房綠波次郎 他就出來宣佈 現在我們那個綠色債券 化行成功了 那在香港就成功 變成了一個綠色金融中心 那當然你財政司就要帶頂綠帽出來 你帶頂綠帽出來宣佈我們打造成功 叫做綠色金融中心 那我就由他給了一些靈感 就想起了 整條街呢 大部分都是綠色窗門的 有些是綠色騎樓的 就是那些二伯債 二伯債呢 是古老的稱呼 在世俗來講叫做雞豆 又叫做綠債 現在又叫做一流一梯 那我希望財政司 申請向中央 拿一個中央特準 就不是預準 以前叫做英皇預準賽馬會 又可以搞一個中央特準的綠燈區 全港十九區每個區都找些地方去做這些綠燈區 由那些關愛組負責 但要招標的 你和他們關愛組的人 就可以落標 落標就判了綠燈區來做 找了恆大歌舞團的團長 就負責在我們中國 引進南北佳麗 下來參與 但最重要是不要忘記了 沒有了胡夏蘭和俄羅斯的美女 印進了回來 掛掛掌牌 包你有生意 包你夜紛紛 因為香港三十年代都有唐西風月 那現在就走回頭 沒所謂 劇情需要 那你香港就又到 哇 很多遊客都來了 泰國又引進的人要來表演 總之哪個國家有什麼好東西的 關於一個情色的事業就可以引進 不是色情情色 哇 那香港真是紛紛的都大都市了 政府有稅收 每個人都找到吃 真是繁華槍勝 槍技的槍 恐過你經常在這裏嘴嘴說搞科技 你搞不到科技的 美國歐洲全部封殺你所有科技產品 大家公佈了 美國和歐洲他們的西方世界 日本和韓國 什麼科技產品什麼設備都不給你 你哪有資源 搞科技 還不是 納費了國家的錢 那你不可以像華為他們這樣搞法 搞搞下拿了幾百億 又找個十四奈米出來 又被台灣仔點他 變成要接近七奈米 又要吹一輪嘴炮 但他都忘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